8月9日上午,爱心职员勤系河南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通过广州市慈善会向河南洪灾地区捐赠仪式在广州举行 台商代表将238.7万元人民币捐款送至广州市慈善会,定向用于河南受灾地区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 7月底,河南多地持续遭遇特大暴雨,洪灾消息牵动着在广州的台胞的心 为支援河南抗洪救灾,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7月25日,广州台协向台胞发起援助河南抗洪救灾爱心捐赠活动 截止到8月5日,捐款金额超321万元 台商林志龙介绍,捐赠活动一发起,他所在的台商微信群很快就有了热烈反应 那我觉得接龙的效果很好 我就看到一直挑出来,每个会员就表示对这个河南灾情的关心 那种不断不断的这个跳出这个捐款,我们就觉得很感动 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就捐,就捐到了200,这次是238万 就在一个星期里面,就捐到了这么多钱 那因为呢,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呢,今天误解的还是有一点难度在 尤其是在交通方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啊,整个是以捐钱为主 据了解,除了广州台协组织的本次募捐 一些广州台商由于因缘或者业务上的关系,也自行通过其他途径 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达82.5万元 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王庆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来到了广州 他在广州创立了美术馆,引进两岸艺术人才 为台湾艺术家来大陆交流创作提供平台和便利 他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大家看到河南灾情的消息都很挂心 都希望为抗洪救灾尽年薄之力 因为我们看到灾情的发生,而且在这个讯息也一直出来 然后我们都住在这里,也在这里生活,那我们都有所感触 那这边有困难,我们当然所有台商必须要及时的给你回馈 也努力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毕竟是水融于水嘛,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这个一番有量,这个八番都要给予援助 那我们就基于这种心情 所以我们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力量给拟集起来 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捐款 那我觉得虽然它不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但足以表达我们在这块土地成长 然后在这里安居乐业,我们也尽所有的能力 然后希望能够回馈到这片土地 毕竟两岸一家亲,大家都是同胞 据介绍,台商在广州生活工作 也积极回馈社会 在镇灾、住学、扶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 累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过3亿元